词曲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愿神的话语 鸣龙权甘露般 滋润宁无人心房 愿我们从祂话语当中 重新得力 马可福音11章到13章 记载了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件 十一章开始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 最后一周的服事 也是耶稣人生中服事的最后一站 教权主义者以权威的问题 挑战耶稣的时候 耶稣用援护的比喻 指出并且警告他们的罪恶 法利塞人用纳税的问题 杀都该人用复活的问题 让耶稣陷入了困境 但是耶稣智慧的回复了他们 有一个文士听到 耶稣与他们的辩论后 就非常佩服耶稣的智慧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在经文 马可福音12章28到44节 文士问耶稣说 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 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耶稣说到爱神爱人 两条犹太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诫命 律法貌似严厉 但是总纲却是爱 这是犹太神学和生活中的中心 一切道理的总纲是爱神爱人 我们在生活中该如何实践呢 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 耶稣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 他所要的就是我们要爱他 甚至过于爱自己的生命 我们需要问自己 我们真的爱耶稣胜过一切吗 信仰是生命的反应 是生活的实际呈现 文士很清楚知道 爱神爱人如己 比一切献祭重要多了 但是文士的生活却是 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他们的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这种种行径 让人看出来 他们是能说 却是不能行的 这样生命虽然离上帝的国不远 但是却无法进入 享受上帝国的喜乐 在信仰当中 自以为是有智慧 通达真理的人 却往往弱人 弱入之而不行的困境 甚至是全然的败坏之中 反而是默默跟随 者将能够透过真实行动 展现出全能的信靠 耶稣看见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 如果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够见主面吗 我们需要在行为上留意 我们是否真的实践上帝的秘密呢 耶稣对了银库作者 看了大家怎么样投钱入苦 有好些财主 往里面投了肉干的钱 当时不少财主为了表现出 自己投了钱多 还特意把大票 兑换成小钱 这样听起来 感觉是比较多 有一个穷寡妇来 投了两个小钱 耶稣叫门徒来 说穷寡妇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财主是自己有余的 拿出来投在里头 而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这些人只是看重钱数量 耶稣只是重视投入投钱人的诚实和动机 而不是钱的多寡 这寡妇非常穷 投完钱后就马上没有生活费了 但是他确信神会亲自养他 所以他就投钱了 寡妇相信了活着的神 他尽心尽力尽意爱神 耶稣喜悦寡妇所献上的心意 虽然这个穷寡妇奉献的最少 但是在耶稣的眼中 他所奉献的比任何人都还多 勉强去奉献 或是为了民生去奉献 奉献便失去意义了 无论礼物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只要是出于感谢和慷慨奉献的心 神都悦纳 求主健常我们的心 爱不是只有停留在口中 还需要具体的行动力 让我们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 活出基督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家爱天父我们恳求你光照我们的心 书和生命 能够活出耶稣基督 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能够爱神爱人如己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去行出来 谢主耶稣你每天的带领跟教导 我们献上我们自己 这样祈求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 阿们 关注